都说男生幼稚 女生何尝又不幼稚 但这种幼稚又有什么不好 平时我们都讨厌幼稚 但唯独今天他们俩在一块幼稚 我们觉得简单而美好 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能够看到 有那个四五十岁的夫妻 还有这么简单的 两人说话就跟没有经历世事的孩子一样 特别好 而当我们这些所谓的 身边有一些所谓的成熟 而又世故的人看着他们的时候 其实往往是羡慕 但是幼稚虽然好 但人总是会变的 很多人是从幼稚简单 直接变到成熟世故 但这样其实挺不好 我觉得如果从幼稚简单 变成了单纯 那就不一样 很多人会把简单和单纯 放在一块 觉得是一个意思 其实不是一个意思 简单所指的是内心 毫无杂念 沉浮没有那么深 认识东西还尚浅 想法比较简单 单纯恰恰相反 单纯是经历了很多 经历了诱惑 经历了失败 经历了灾难 但依然保持 单纯的想法和简单的选择 那才叫单纯 如果你们能够经历那种复杂 最后演变成单纯 那我认为这是一个良性的发展过程 但是现在 在我看来 这种简单 慢慢慢慢的要变味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如何避免自己不要变得那么的复杂 我觉得掌握两个点 第一要有笃定的了解自己的想法 第二一定要对自己 对家庭对婚姻要有责任 就这样